日前有網友在PTT發文指出 花蓮知名臭豆腐只有5塊 卻要價100塊錢讓它很吃驚 引起了網路熱議 不過也有不少民眾因為覺得好吃 所以他們覺得價格可以接受 連本地人時不時都會想去吃吃看 這個看法是非常兩奇的 金黃臭豆腐在滾燙油鍋中 炸得滋滋作響 放上一大把泡菜和蘿蔔絲 淋上特製醬汁 熱騰騰香噴噴臭豆腐 美味上桌 但仔細看看這樣一盤臭豆腐只有5塊 居然就要價100元 民眾買單嗎 就是什麼都漲啊 所以我是覺得都可以接受 這個價錢這樣 多戰利人也是 他皮比較酷啊 到底划不划算見仁見智 因為有網友在PTT發文 表示在花蓮5塊臭豆腐 居然就要100塊 直呼嚇到吃手熟 但其實這家花蓮臭豆腐名店 不管是平假日都是人潮滿滿 就連國外YouTuber都前來拍攝 其實早在5年前 這家臭豆腐就已經調漲價格 現在大份5塊100元 小份3塊60元 對於被網友說貴 老闆也有話要說 我們的三片豆腐是別人的 可能比別人的五片量還多啊 我們五片豆腐像那個便當的量 是吃了會飽 我們菜這麼多 很少人像我們菜這麼多的啦 老闆透露原物料飆漲 包括黃豆 辣椒 醋和糖都在漲價 還要加上從玉璃運輸到花蓮的成本 賣這樣已經很佛心 看來在萬物接掌的時代 只能接受台灣在地消吃 逐漸從銅板美食走向紙巢美食 記者撞合報導